OK,我們知道從這個地方叫出來 所以更進階的修改一些MIDI的參數以及力道 還有任何的你需要修改的 只要是MIDI的相關參數都可以修改 那我們現在來介紹就是關於MIDI區塊的一些參數設定 那這個Piano Raw我們就可以直接點兩項 它就關掉 那這時候我們把這個I點開Inspector 這邊就會出現資訊欄位嘛 那就是在這裡 基本上這邊可以拉吧 好不行,那我們就把它打開 全部都把它打開 好,如果我沒有選取這個區塊的話 基本上這邊就變成是MIDI through的狀態 當然也是可以去調整 只是這邊調整完就是我的MIDI訊號進來的時候 輸入的時候就會依照這個設定去做改變 那就是你可以在你在還沒有彈你的MIDI Keyboard之前 就可以去做這個設定 然後譬如說你可以直接移調 最常用的是移調 好,那這邊我們就先直接選取這個區塊 然後因為參數的設定是差不多大小的 在參數的設定的內容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就直接選取這個區塊 基本上我可以直接在這個區塊的這邊參數這邊去做 Quanties對齊拍子的對齊方式有沒有 非常的方便 基本上你可以不用叫出Piano Raw就可以去做Quanties的設定 然後Mute這個跟Audio是一樣的 Loop也是一樣的有沒有 然後Quanties然後你也可以調整Swing的那個 程度有沒有 然後譬如說0改回來 好,如果這邊Swing我們聽一下我們稍微聽一下好了 然後這樣子,聽聽看 Quanties 八分音符 誇張一點 要不要這邊的小 沒有,不要那麼誇張 好,為什麼會 有沒有,這邊已經有點不一樣了 有沒有,我們看對照一下 有沒有 好,這邊就可以調整牌子的對齊以及Swing的 甚至於去做 移調的動作 然後Velacity這個 就是整體的Velacity力道會加大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做一下設定 譬如說你可能覺得這一個區塊太小,太小力了 稍微加大一點 那這邊的所有做的設定都不會直接影響到這裡 有沒有,除非是Quanties 那像Velacity就不會 有沒有,它顏色並不會改變 有沒有,它是針對整個區塊去做改變 OK,那 到這邊是一個基本的一些參數設定 再來你也可以去做Delay的調整 然後它的單位是Tick 以及甚至於是毫秒 有沒有,到兩個 22 這邊你可以去做調整 然後它是快慢的狀態 OK,那我們再把它改回來 譬如說慢一點好了,誇張一點 我放下去它會晚一點才會出來 等於說它播放的時間會比較晚 好,那回來再來Dynamic 譬如說25 然後把它fixed 有沒有,就是調整你的動態範圍 譬如說我們先把這個 這是音量嘛 我們把它 不要,然後 我現在fixed 比方說我的力道並沒有任何改變 譬如說我們比較一下 我們把它 100 來 有沒有,是不是有輕重 然後把它fixed 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明顯 有沒有 然後再來是 Get Time 這個我們 等一下喔 這個是音符跟音符之間的 但是因為我們現在是 鋼琴的聲音 所以它沒有legato 就是圓滑音的狀態 所以譬如說 這樣各位就懂了吧 就是它會Get 掉 然後我們現在是fixed 表示說我的音符會斷掉 就從斷音然後一直到 延長的圓滑咒的 連在一起的狀態 好,這就是所謂的Get Time 那各位可以去試試看 這就是